推广产销履历制度也让学生可以认识产销履历标章 农粮署、冬区分署和花莲县农会及花莲省政府合作 提供了1151颗花莲在地生产的产销履历大西瓜 给全新的各国中小学生营养午餐的时候可以品尝 农政单位也表示花莲的西瓜品质优良 透过产销履历制度更可以确保花莲西瓜的品牌形象 每一颗西瓜上都贴着产地履历标章 这就是花莲大西瓜的品质保证 其实产销履历就是让消费者可以知道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的全记录 等于包含农民的用药还有施肥还有操作的方式 消费者在买到产销履历的产品 他可以扫一下产品上的QR Code 他就可以知道这个全记录 所以消费者买这个产品也可以知道 也很安心了解说生产者是谁 他的过程是如何 那这个目的也是希望说让消费生产者 他可以有一个生产者的责任 也就是说他对于自己的产品安全他要负责 那我们也希望说建立这样生产者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让消费者跟生产者双赢 近年来农良署冬区分署积极推广产地履历制度 在花莲已经有28.77公顷的履历西瓜栽种面积 其实花莲的大西瓜每个消费者都知道非常的好吃 可是因为我们农良署目前正在推广产销履历 那在产销整个花莲厂的栽培面积里面有1400公顷当中 那目前有四位农友配合我们的政策 那有28.77公顷的面积加入我们产销履历的行列 所以我们今天是希望说这个这么不到1%的这个产销履历的面积啊 其实它算是我们花莲西瓜精品中的精品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让这样子的精品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尝鲜到 那进而可以带动家长也可以愿意购买我们产销履历的西瓜 那让这个产销履历的面积可以逐渐增加 好吃的大西瓜一定要让花莲在地学子来品尝 因此花莲县农会在农粮署东区分属的支持下 和花莲县政府合作提供了1151颗花莲产地履历大西瓜 给全县共2万2000位国中小学生在营养午餐的时候可以享用 农政单位也希望有更多农民加入产销履历制度 既能提升品质又可以建立品牌形象 更可以提升行销获利 这里会幻视报导